歡迎大家繼續來到星巴里的頻道 我們是主持人星巴 見到這麼大堆頭 又是在ebay買了很多卡 也參加了一些break 又陸陸陸陸記住 今次就記了22份 再開箱給大家看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這個箱很大盒 不如先開這個大盒 這個也是National Treasures的break 今次我就買了這個速龍隊 我記得我看那個livebreak的時候 應該是甚麼都沒有中過的 但不知道那個賣家 售貨員寄了甚麼給我 可能又寄了一個吉箱給我 因為通常我也有些要求 就是想他們寄個箱給我 看看是否 還是寄一些安慰獎給我 你看看 裡面有些bubble袋包著 真的這個盒包得很漂亮 哇 這個賣家很有心思 這盒子還找個包好 嘩 嘩 嘩 大家看看 我找一個bubble袋包著 那就是National Treasures 看看裡面有沒有東西 我記得應該甚麼都沒有中到 嘩 好像開新的籃球卡一樣 嘩 好漂亮 雖然買不起 但有個吉箱開一下也覺得很好 嘩 這盒卡我上兩集都介紹過 它分兩個版本 一個就是Hobby版本 另一個就是FOTL版本 Hobby版本大概是三千多 接近四千元 而這個FOTL版本大概是七千多到八千元 說的是五美金 有個吉箱 又可以加入其他卡 多謝賣家 這次最主要都是買卡為主 BREAK的卡寄屬於少數 我們又看看這個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籃球卡的系列 叫Select 那我就買了七十六人 看看中了些甚麼 這個賣家 這個賣家也很好心機 用一個BUFFLE袋包著 然後再用一些防刮的袋包著 那就是七十六人 看看中了些甚麼 出来的 還有這個BUFFLE袋包著 這個BUFFLE袋包著 你把中四年都是使用 其中一整四樣的 這邊是 vam、暴力, reconcile mi prosperity 五元 滑々 Mos rich 我DAY 我還有 Ben Simmons的藍色 Tobias Harris的藍色 Joelle Mathise Tiber 我都不太懂 這個是去年的新人 打防守都蠻出色的 今年的新人 Tiris Maxie 這也是今年的新人 Isaiah Joe 這個是Tobias Harris的銀閃 Isaiah Joe Ben Simmons 看新聞他沒有參加訓練營 即是貴前的訓練營他沒有參加 每天就要罰$22.5萬美金 但他們不肯回去 噢!有一張做LMB的Dai Cut 好漂亮 有號碼的 175張 限量175張 這張好漂亮 不如大家等我一會兒 我去拿一盞燈來 好像很暗的樣子 剛才老實說 麥布 他是装想 同時 這張好 是的 你們可以 他們不吃 21 全車 發 是 人 是否希望大家看得好些呢 這個參加了Clearly Break 這次是買球員的 我就買了OP Toppin 他是今年紐約隊其中一個新人 又送了一張冰局的卡給我 這個Brick就... 不是送到很多張卡 送這麼多張冰局的卡給我 那就是... 只是中到OP Toppin的一張新人卡 其實我之前都有 但不要緊 就是要 然後就看看在Ebay買的 個別球員卡 要用紙袋 要用紙袋 用得順風入的寄履卡 都是一些... 很便宜的油剩 這張是Jackson Hayes的今年的... Prescine Orange Crack Ice 有這張的... 那是小型不只... 閃閃亮色 都好漂亮 為什麼剛剛的燈光可以多久呢 閃閃的,很漂亮 這張 貼到塞了,膠紙黏住了肚子 這張又是Jackson Hayes今年的卡,藍色閃 這張卡都設計得很漂亮,閃閃亮,閃亮面 這張是不錯 這張還有碼號碼,199張 又是Jackson Hayes 這張買家連卡套都沒有給我 就這樣,用硬皮紙塞住,讓卡不要塗就算了 這張是去年Jackson Hayes其中兩款的新型卡 這張是Absolute系列 這張就是Loki卡,這張就是insert卡 這張卡 Hey哥哥,我也買了你很多卡 希望你接下來越打越好 這張卡 Tina 打開 當然也是Jackson Hayes 這張又是另一個系列,Impactable Rookie Auto Patch 也有限量的99張,第30張 這個是Panini另一個系列,Origins的Rookie Card 也有號碼的75張,第12張 Panini或是20張,第12張 Panini或是20張 Panini或是20張 Panini或是50張 Chan,到是50張 這個應該只有一張卡在裡面 看看是什麼來的 這張就是 又是星星零零的 是去年19-20年Spatra系列的Roki卡 這張也是有數字的 限量99張 有些是沒有數字的 當然不會閃 這張真的很好看 這張是正確的 是有種數字的 好幾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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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這張是Derek Rose 這個是National Treasures Derek Rose 今年的 出品 今年的 今年的 National Treasures 出品 為什麼我會買它呢 就是因為我 喜歡22號 這是我的幸運號碼 所以 就 買了它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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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包又是Jackson Hayes Rated Rookie 還有249張限量 哇 閃亮亮 很漂亮 這個買卡都很有心機 給了兩個卡 保護住裡面的卡 這個就是Optic系列 很漂亮 那 你可能會問 聖巴 為什麼這些卡都出了一年 去年的新型卡 為什麼你不去買一些已經鑑定的卡呢 因為 最主要是銀彈的問題 因為 如果有鑑定的卡 通常是貴很多的 那 所以 就 不買住了 沒有錢 好窮 還有鑑定的卡 現在普遍是牙定一點 不過 接下來 也有 有幾張我都買了 都印不住要買了 那 鑑定了的卡 即 牙位就比較多 那 你知道香港 全金赤土 那 就 土地問題 所以 我就沒有怎麼買太多 鑑定的卡 看看這兩張 原來也不是兩張 原來是一大疊 不要看這麼大疊 其實它的價錢也不是太貴的 因為始終這個球員 還沒有打起名字 還沒有打起名堂 所以它的價錢也就是比較便宜 那 這個就是Origins系列的球衣卡 好大的球衣 這個就沒有號碼的 不是限量的 那 你們聽不聽到背 就是我的電視聲 在這裡很容易說一些 不是廣東話的電視 也是 因為我正在開Youtube 正在看別人開卡 那 這個又是Jackson Hayes的另一個系列 這個就是 Royal Crown 的系列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 insert卡 是透明的 很漂亮 這張也是 這張也是 這張就是certified的 普通Rookie卡 Panini也很喜歡做這些 閃亮亮的卡 也做得挺漂亮 這個也是 不知為何要做到一個人 像黑白色一樣 像鬼一樣 很漂亮 為何會買了兩張 一張銀色一張金色 金色這張是否有號碼 兩張是否有號碼 所以根本他們的卡 我們那些卡迷 是不可能存在 銀色有一張 金色閃又一張 還有紫色閃又一張 就是催不牆 那大家不知喜歡哪張多些呢? 銀色 金色 金色 紫色 這個呢 這個就是另一個系列 Chronicles 也是一張 insert卡 這張就是綠閃 也是沒有號碼 這張就是Optic的普通的Rookie卡 Jackson Hayes 這張就是Revolution 的Rookie卡 這張也是很漂亮的 閃亮亮 這張就是 Cord Kings 的Level 1的Rookie卡 它有Level 2 Level 3 和Level 4 我也賣了 在找過來 遲些開箱給大家看 哇 我賣了兩張 好 好 好 可以 可以 好 可以 可以 我可以 撕爛了 這張應該是鑑定的卡 磨到了 唉,對了 好了 拆出來給大家看看 大家猜猜有多少分 鑑定有多少分 這個是PSA 10分 嗯 這個是Panili這個 Mosey系列的 Rookie卡 這張就是Refactive Blue 很漂亮 又是很漂亮 閃麗麗 很漂亮很漂亮 有沒有號碼呢 這張沒有號碼的 好,我們看看這張 這張就是剛才那個 應該 是不是Clearly還是Optic 看看這張幾分 這張是Clearly的 Rookie卡 這張只有8分 大家肉眼都看到 這張卡的 正正這個樣子 其實就是歪了 在這邊 只有8分 那這張卡就完全不值錢 我都明白 我都不知道 忘記了為什麼自己會買回來 可能不想虧底吧 賺一張又有什麼錢 賺兩張又有運費 可能不想虧底 但是 所以它只有8分 這張卡 我買回來的價錢 都不是太高 我記得好像不用5元美金 這張卡 但是大家要記住 如果不是 那些卡 那些卡 就擺放了 就像是 有所謂的 就是 有些卡 但是 有些卡 有些卡 是 有些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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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另一張 Incapable Immecable Jackson Hayes Rookie Auto Jersey 另外一個號碼,又是99張 用機械 博 KAW 在一等待工廠 便是 進入 出口 插衣服 插衣服 在一等待工廠 這張是National Treasure的卡 今次買了Obitop10 又是這個號碼的原因 所以我又買了22號 這是我的幸運號碼 所以我又買了這張卡 這張卡的價錢也不算太貴 好像20元美金 我沒有記錯的話 但是卡盒好像不太適合尺寸 很容易掉出來 待會要用膠紙貼一貼 今天又是Jackson Hayes 這個就是Ncase的Rokita 另一個系列 它這個卡包是好東西的 是被人家專門寄去鑑定用的 因為鑑定要買另一種特別的套 不是用這些卡套 那套是長身一點 好像不知道怎麼形容 總之是高身一點 所以這個卡套是方便人家拔出來 它有這個拉扁設計 這個買卡也不錯 這張就是Jackson Hayes 去年 去年的National Treasures National Treasures的 Jersey卡 有單一個牆的Jersey 還有兩個牆的Jersey 上次也和大家介紹過 去年的衣服是經用的 即是落場 譬如說有機會是Jackson Hayes穿過的 但今年的球衣衣服 就全部都是普通物料 就可能隨便找件衣服放下來 就說是球衣衣服 為什麼要在這個卡套貼上貼貼貼 貼貼貼貼很難撕的 這樣吧 這樣吧 這個買家我很努力 你不可以填掉Fragile 哇 這張又是Panini 另一個很貴的系列 價錢我又忘記是多少錢 總之這盒卡 這盒卡裡只有兩張 這張是Jackson Hayes的Rookie卡 一盒卡只有兩張,有多難可以開到他的卡 這些Rookie卡他現在也有129張 就算當他是最後一個卡,起碼也有129張 起碼開129盒 這張卡真的很漂亮 好漂亮 好漂亮 這是Jackson Hayes的簽名卡 這就是貼紙簽名,在貼紙上簽名後才連到卡 所以通常人們會喜歡按卡Auto 就是直接在卡簽名,人們會喜歡那個多些 好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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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是買了一張卡套包著的 這張又是Jackson Hayes NBA Homes 也是其中一個系列的簽名卡 其實他的簽名也有很多變化 就是這樣 然後變成剛才那張簡簽 然後變成 impeccable 裡面的一個簡簡單單的H 也難怪的 因為一個NBA球員一年 就這樣簽這卡 可能都簽了幾萬張 都簽到手軟 所以我也買了一張 這個應該是最初出的 所以他簽名的時候 都還會簽全名的卡 來保存一下 人當然會越來越懶 不正常的 所以他的簽名越來越簡單 也是可以理解和原諒的 不正常的 因為他要用重填 年紀太離譜 操行 上去的 也要用一個 對 這 。 應該 。 。 香港 。 。 我心裡作詞 這個賣家很好啊 裡面是照片啊 為什麼要處理一下 請大家不要摺摺 袋中又有袋 這個賣家真是抵醒 一定要五星好評 真的要五星好評 不是吧 還有一個袋 真的很好 包得很仔細 這個袋就很難解 很難開 哇 這張是Jackson Hayes的 鑑定了卡 這張是綠色閃 Green Mosaic 十分 綠色閃亮亮 好美好美好美 我先看看這張 有 也是一樣的 但這張呢 這張就叫 Genius 十分 這張Genius 又再漂亮一點 好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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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 這個膠袋很容易撕 都不用用戒 好 幸好寄到來 沒有穿 沒有爛 不知道這個袋是否重用 這些是全部鑑定的卡 PSA 這張比較厚,有兩張在裏面 這張是Presume系列的Lottery Fast Breaker 這張很色彩,看看有多少分 又是9分 閃閃靈也很漂亮 這張是Revolution系列的Astro 弄得像Astro的構思幻想 因為這兩張卡都鑑定只有9分 所以價錢也不太貴 我就在Ebay購買 又是這個 這張是普通的Mosey的Loky卡 又是9分 這張是RaderLoky 還有Optic 剛才有另一張 這張是Hyperpaint 是1分 2分 1分 3分 1分 1分 2分 用這麼大的盒子裝著 這麼賺成本 這張好東西 大家都要 這張真的好東西 這張真的好東西 這個 一個盒子 裡面 也未必有一張 近這個 我看人家開卡通了這麼久 都是見人開過一次有這個 這個叫 Color Blast 好難中 好難中 好 好 漂亮 好漂亮 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